港鐵下月19日開始 平均加價2.2% 每程最多加5號 7.9乘客的每程車費 要給多1至2號或不便 但7月4日起會推出多行優惠 除了東鐵線頭等及機場快線外 乘客使用成人百特通 逢星期1至5乘港鐵滿100元 可以獲得一張境內免費單程車票 票值30元 預料有35萬人受惠 當然是長遠 只付30元是沒有意思的 境內 單程和30元 單程和有甚麼意思 怎會達到30元 一次過 沒可能 我覺得多次使用或一年優惠 我會好些 到底逢星期1至5 怎樣才可以用成人百特通 搭滿100元 我們計過以中環上班為例 如果在荃灣站上車的話 車費是11.5元 即是5日來回已經是115元 足夠獲得一張 價值30元的境內單程票 但若是乘搭少兩次的話 就得不到這項優惠了 而長者 小童 學生及殘疾人士 用百特通乘滿50元 亦可以獲得一張15元的單程車票 另外乘離島線道輪的乘客 如果轉成港鐵 在港外線碼頭的 車費優惠處理器拍卡的話 同日在中環及香港站入閘 亦可以有一個半的優惠 至於長者逢星期三 星期六和公眾假期價2元優惠 全月通和全日通優惠 就會延長多一年 港鐵估計 全部項目涉及17億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1億 港鐵又稱這次加價會令票務收益增加超過2億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黃婷婷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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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